沈月健的初恋回来了,他不仅让他住进我们家,还把我的睡衣睡库给了他,当他温柔地给那个男人吹头发时,我突然明白,原来他不是对谁都冷淡疏离,我原本在外地出差,知道沈月健今天有应酬后,我提前赶了回来,没有告诉他,沈月健胃不好,有溃疡,尤其是最近疼得厉害,如果应酬推不掉。 我只能回去给他熬点中药,本想着给他一个惊喜,没想到给了自己一个惊吓,我用钥匙开了门,屋里亮着灯,沈月健回来了,但我叫了一声,却没有人应,只听到从浴室传来吹风机的声音,顺着声音走过去,眼前的一幕让我愣在了原地,沈月健不是一个人,浴室里除了他,还有一个陌生男人, 男人身上穿着的衣服十分眼熟,正是前段时间沈月健送给我的,当时我还说,这套衣服不适合我,为此沈月健很不高兴。 他说,你爱穿不穿,我怎么可能不穿,他对我的好,我从来是照单全收的,可是现在,看着这套衣服穿在别人身上,我却觉得比穿在我身上合适得多,这个想法一出。 我垂在身侧的手,狠狠握紧,男人面对着沈月健,头发微湿,沈月健点着脚尖,拿着吹风,柔声对男人说,头低一点,他抱怨道,你怎么这么高? 男人,男人闷声一笑,但还是乖乖地弯下腰,把头凑到了他跟前,透过半身镜,我看到了沈月健脸上浅浅的微笑,他嘴角上翘,眼神温柔,对,温柔,我竟然在沈月健身上看到了温柔两字,真刺眼啊,我和沈月健从认识到结婚已经五年了。 他性子冷淡,对别人冷,对我淡,好像没有什么事能激起他特别大的情绪,他也会笑,但总是笑意不达眼底,对于这些,我并没有多在意,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,既然我选择了他,就得全盘接受他的优缺点,至少他对我已经是和旁人不一样了。 可是现在,好像我也只是旁人,靠在门边,我的脑子很乱,但还是用最快的速度让自己冷静了下来,我在敞开的门上扣了扣,二位,打扰一下。 冒着粉红泡泡的氛围,瞬间被我打乱,几不知格的两个人终于发现了我的存在,男人愣了下,抬头看我,眼神由茫然转为了然,他挑了挑眉,冲我一笑,带着挑衅,反倒是沈月健,我的突然出声让他吓了一跳,一个烈切差点摔倒,他惊叫一声,男人顺势搂住他,我刚伸出的手将在原地。 沈月健促着没看我,你怎么提前回来了,我收回手,双手还凶,怎么,我提前回来打扰你们的好事了,二位,你们是已,经上床了,还是正准备上,沈月健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。 林志燕,你胡说八道什么,手上的行李箱被我趴得扔到地上,那你倒不如看看你们在做什么,孤男寡女,御是play吗,玩这么花。 林志燕,沈月健似乎被我气狠了,他瞪着我,怒目而视,一直在旁边冷眼旁观的男人,却突然上前一步,他把沈月健护在身后,开口道,林先生对吧,你误会了。 我和月健之间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,我们只是朋友,一,你这样说自己的妻子是否有点不合适? 他的语气带着质问,仿佛我侮辱了他们,我倾向出声,如果你非要说这么不要脸的话,那是不是应该先放了我妻子的手,软吗,好摸吗,爽不爽,男人脸色一变。 林先生,你要对我不满意,可以直说,没必要用这样的话说月健,我冷笑,什么话,低俗还是示警,你们倒是不说,但你们做呀。 你男人气急想要上前,沈月健反手把他拉了回去,都给我闭嘴。 男人不服气,月健,我就任由这么污蔑你我,我吃笑,那不然呢,帮你骂我一顿,还是打我一顿, 那就更说不清了,毕竟我现在还跟他在一个户口本上,或者你们勇敢点告诉我你们是真爱,我这人心肠好,最愿意成全真爱了。 闭嘴,沈月健拉着我的手把我往外拽,我们谈谈。 我没有反抗,只是回头对男人笑了笑,别客气,当自己家,男人,沈月健把我拉进了卧室,他砰的一声关上了门,向来冷静自迟的他第一次有些失控,我往床上看了眼,很整洁,连一道褶皱都没有,我遗憾地择了声,看来你们还没来得及睡,是我回来早了。 林之彦你闭嘴,沈月健双眼冒火,你就非要说这么难听的话吗,以前你不是这样的。 我轻笑出声,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样的,被人戴了绿帽子,还一声不吭,你想多。 我本来就出声示警,这才是真实的林之彦,惊不惊喜,意不意外,沈月健深吸了一口气,林之彦,我不想跟你吵。 有什么事,我们以后再说,他是我大学同学,刚从国外,回来,暂时没有地方住,今天先让他在家里住一晚,林之彦,你不要胡搅蛮缠。 我看着沈月健,这就是你关上门要跟我说的话,沈月健用沉默表达着自己的态度,说不失望是假的。 我愿意跟他进来,是因为我对他有所期待,我希望他能在我尖锐的态度中,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,显然,是我自作多情。 明白了,住家里是吧,没问题,你们随意。 我说完就要往外走,沈月健拉住我,你去哪儿,我错愕地看着他,三屁,我不行。 沈月健拽着我的手猛地收紧,指甲身陷进我的肉里,真特么疼。 林之彦,你发什么疯,我用力拨开他的手,我发疯还是你发疯,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? 沈月健,别恶心我了。 我打开门往外走,男人已经把身上的睡衣换了下来,此时的他西装笔挺,人目苟样,他冲沈月健勉强一笑,破罪感十足,月健,我还是先走吧,不给你们添麻烦了,说完他转向我,林先生,你真的误会了,这是你的睡衣吧,还给你。 他把睡衣往我手上送,在他松手之际,我往后退了一步,睡衣掉在了地上,垃圾就应该扔到垃圾桶里,给我算怎么回事,沈月健猛地抬眼,他死死地盯着我,脸上阴晴不定,突然,他开口,不用走,你就住这里,男人眼睛一亮,但还是欲言又止地说,这样不好吧,你和林先生。 沈月健打断他,你不用管,让你留下就留下,不然你去住酒店,你住的了,妈,男人叹了口气,还是你了解我,这样旁若无人的对话,让我腻外至极,我连一个字都不想再多说,捡起地上的行李箱,扬长而去,我脚步匆匆地下了楼,凉风一吹, 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,随即就是翻涌而上的恶心感,我弯着腰连连干呕,难过,伤心,愤怒,委屈,我一时间理不清自己的情绪,我只感觉身心俱疲,伪装的冷静在这一刻分崩离析,太荒唐了。 我从没想过,出轨这种事,会发生在沈月剑身上,别人都说,男人有钱就变化坏,其实女人也是一样,尤其像你们家这种女强男,弱的,你还是要上点心,看紧点,对此我不知可否,我不在乎别人说沈月剑比我强,毕竟这是事实,但我是相信沈月剑的, 我觉得,即使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,要走到分棚离析这一步,也是能好聚好散,的,无关爱情,只因为一个人的品性,可现实却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,沈月剑,你到底在干什么,还有,那个男人到底是谁,带着这个疑问,我回了老房子, 我记得在杂物间里有一本相册,是沈月剑大学的时候,别人送给他的生日礼物,里面都是沈月剑的照片,有他一个人的,也有他和别人的,那是一份花了很多心思的礼物,我问他是谁送的,他说大学同学, 喜欢你,毕竟不是因为喜欢,做不出这样的事,沈月剑没有否认,恩了生,因为他的坦诚,我没有再继续追问,毕竟能伤害一个人的,永远不是曾经发生了什么,而是现如今的态度, 老房子离得不远,二十分钟的车程就到了,相比较现在的新房,我更喜欢这个老房子,我和沈月剑在这里住了两年半,结婚后才搬走,有时候我心情不好,就会过来待一会儿,这里能让我放松,开了门,走进去,第一次心情如此恶劣,我很快就在杂物间里找到了那本相册, 里面的沈月剑很青色,虽然不苟言笑,但眉梢间却是满满的青春活力,很多照片看起来都像是偷拍的,因为都是侧脸,为数不多的正面照里,沈月剑穿着学士服,那是他的毕业照,他和不同的人都有合照,有女生也有男生,我一张张地仔细看着,突然,我的手一顿, 这是一张和其他照片都不太一样的合照,两个人离得很近,胳膊紧紧地贴在一起,男生笑得开怀,身体微微向左倾斜,女生虽然没笑,但手却把衣袖抓出了褶皱,虽然容貌有了些许变化,但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, 是他,照片的背后写着两个名字,沈月剑,季青州,而这两个名字的中间,赫然画着一个小小的爱心,我是被楼上的装修生吵醒的,这一夜,我睡得并不安稳,恍恍惚惚的,一直没有睡沉, 等到睁开眼,脑子都还是昏昏沉沉的,好半天,我才反应过来,自己在老房子里,昨天太晚了,没再折腾,我就在沙发上凑台了一夜,此时离我不远的地方坐了个人, 他一顺不顺地看着我,目光让人无法忽视,是沈月剑,我并不意外他在这儿,还记得有一次我跟他闹了矛盾跑了出去,我刚在老房子里待了一个小时,他就找了过来,我问他,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?沈月剑说,除了这儿,你还能去哪儿? 他知道我无处可去,因为我是个孤儿,是沈月剑给了我一个假,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把老房子卖掉,他说,留着吧,有人不高兴了,还能去躲一躲,我对沈月剑的感情很复杂,有爱,有感激,我以为我和他是,可以平淡地走完这一生的,叹了口气,我到浴室简单地洗漱了下,沈月剑买了早餐, 我也没客气,自顾自地吃完后,我问沈月剑,他叫季青州,是你的前男友,相册摆在那儿,谁都不是傻子,沈月剑说,对,我抬头看着他,沈月剑,你在干嘛,把前男友往家里带,让他穿我的睡衣,给他吹头发,你是在跟我真人演艺久别重逢,余情未了吗? 不管你信不信,我跟他之间什么都没有,我摇头,我不信,沈月剑沉着脸看我,半上,他揉了揉眉心,把两张票据放在我面前,昨天晚上他睡在家里,我住在酒店,这是证据,如果你需要,我可以调监控,我和他什么都没有发生, 这是事实,我没看桌上的东西,沈月剑敢往我眼前放,那就不会是假的,只是,他住家里,你住酒店,沈月剑,你的操作已经让我看不明白了,沈月剑说,他睡眠前,有洁癖,住不了酒店,他告诉你的,还是你善解人意。 沈月剑,沈月剑瞪是我,林芝燕,好好说话,不要阴阳怪气,事情一件又一件地堵在心里,我已经忍到了极限,我也想好好说话,但你好好跟我说了吗?睡眠前,有洁癖,住不了酒店,救他,金贵是吧? 可是,我哪次出差,不是住酒店,怎么没听你关心我一句,是他寄清舟,生来就比别人高贵,还是他寄清舟在你心里比别人重要,沈月剑仿佛被人踩了痛脚,疼得站起身,我已经出去住了,我已经告诉你,什么都没发生了,你还想怎么样? 一个一个闷雷往我头上砸,我几乎头晕目眩,扶住桌子,我尽可能吻着声音说,离婚,我要离婚。 沈月剑变了脸,闭嘴,林芝燕,把这两个字给我收回去,他几乎是咬紧牙关地说出这句话,我目光沉沉地同他对质,沈月剑闭上眼握紧了拳头,再睁眼,里面的失控已经不见了。 他说,想离婚,不可能。 我和沈月剑就这样陷入了冷战,我在老房子住下来,我没去找他,他也没再找我,他是怎么想的,我不知道,我在等自己冷静,冷静到我能最有效率地处理好这件事。 这天,他的助理给我打来了电话,学长,你和沈总吵架了吗? 小姑娘是我的学妹,能力不错,当初他找工作屡屡碰壁,我就把他推给了沈月剑,这么多年,他在沈月剑手下干得很好,他很感激我,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,但却是第一次跟我说起沈月剑,怎么了? 我问,我问,迟疑了几秒,他说,沈总今晚有应酬,喝了不少,我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。 姐,果来了个陌生男人,把沈总接走了,开着沈总的车,沉默了几秒,我把季青州的照片发了过去,是他吗? 对,小姑娘的语气里带着担心,学长,你没事吧?我轻笑了声,没事。 再好不过了,看来离婚的事得提上日程了,指的时间越久我丢的人越大,我是个行动派,第二天一早,就找律师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书。 我说,我和沈月剑彼此资产独立,离婚协议书就只是个形式,在公司看到我的一瞬间,沈月剑正了下,但很快就恢复成面无表情。 他说,这里是公司,有什么事回家再谈,家肯定是要回的,但不是现在,我把离婚协议书放到他面前,签了吧。 趁着时间,早我们去趟民政局,沈月剑盯着离婚协议书看了许久,你来找我就是因为这,显而易见的答案,我都不屑于回答,沈月剑却直接把离婚协议书给撕了,我有没有说不可能离婚,我就当没听见,又拿出一份,沈月剑再一次撕毁,我继续拿,他继续撕,直到第十二份,沈月剑的脸色黑沉得吓人。 林志燕,你想好了,我吃笑一声,没想好我在这闹着玩,他把离婚协议书重重地拍在桌上,拿笔落下了自己的名字,去民政局,我和沈月剑各自驱车,先后到达了民政局,我们的运气不错,今天人不多,没等多久就到了我们,工作人员问,你们想好了? 我点头,想好了,沈月剑的视线落在我身上,那你呢,想好了吗?在我看向他的瞬间,他移开了视线。 他语气冰冷地说,想好了,那行,我先帮你们登记上,一个月后,你们再过来领离婚证,看着工作人员低头操作, 我憋着的一口气,终于慢慢松了下来,就在这时,沈月剑开口,等等。 怎么了?沈月剑看向我,林志燕,你确定要离婚?确定。 沈月剑疼地站起身,坐着的椅子被他带倒,砰的一声巨响,林志燕,你够狠。 说完他头也不回,转身离开,怎么回事,工作人员问,我也懵了,只能抬脚追了上去,沈月剑,你给我站住,沈月剑。 他恍若未闻,脚步不停,我小跑上前,一把抓住他,你什么意思,沈月剑猛地回头,一巴掌用在我脸上,我直接被他给打梦了。 他说,林志燕,我在最后说一次,我不可能跟你离婚。 我瞬间被点燃了怒火,你什么意思,什么叫你不可能离婚,你在遛我玩吗?沈月剑深吸了一口气,林志燕,你倒必要闹到什么时候,就因为一件莫须有的事,离家出走。 闹离,婚,你觉得有意思吗? 你一个大男人,非要这么小度极长,你知不知道,你这样我很累。 我静静地看着沈月剑,我没跟你闹,沈月剑,我是真的要离婚。 为什么?沈月剑满脸的不解,就因为季青州,我跟他之间什么都没有,什么都没有,你为什么不信,我怎么信? 我问你,季青州现在住在哪?你安排的地方,他是不是还没有? 车,所以你给了他一辆,他为什么会在你喝醉酒之后去接你,接完你之后你们去,问哪儿,发生了什么,说着我失笑地摇摇头。 其实都不用说这些,单纯那一夜,如果我没回来,你们会发生什么,什么都不会发生。 沈月剑逐渐烦躁,我去酒店是已经订好的行程,你如果不信可以问。 我不信,这是我第二次说这话,沈月剑,我不信,现在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,拿出多少证据都没用,我不信,我不想深究你做了什么,你们又做了什么,我只是单纯地不相信你了,而已。 我这人最擅长断舍离,不然我也不会好好地走到现在,生活对我不仁不义,我必须学会保护自己,我不会让任何东西把我拖着往下沉,因为没有人拉着我往前走,我是孤儿,但在我出生前,我叫姨父子。 我的生母在我父亲车祸去世后才发现自己怀了孕,她不想生,情有可原,是我爷爷奶奶求的她,只要生下来就可以了,生下来他们养,他们把父亲的遗产和车祸赔偿款全部给了我的生母,用这笔钱买下了我。 就这样,她把我生了下来,做完月子后,她就带着钱离开了,是爷爷奶奶养大的我。 对于生母,我没有任何感觉,没有爱,没有恨,也没有思念,因为这些都是无用,只会让我痛苦。 所以我舍了她,后来爷爷奶奶相继去世,那时候我在上初中,半大的孩子,彻底成了孤儿,难过,绝望,思念,我用一个月的时间消化掉所有情绪,然后重新开始生活。 后来,有人要用十万买爷爷奶奶留下的老宅子,我答应了,所有人都说我傻,这明显就是亏本买卖,欺负我家里没大人。 但正因为如此我才知道,那个房子我守不住,守不住就得舍,而且,我需要钱,我得读书,我得活。 于是我卖了房子,离开了从小长大的地方,现在是沈月剑,他没有在第一时间给我解释,后面他再说,什么我都不会相信了,我不希望自己变得疑神疑鬼,我不会这样消耗自己,离婚吧,别闹得太难看。 不可能。 我离婚的态度有多坚决,沈月剑不离婚的态度,就有多坚决,这样的他,让我有些看不懂了,协商不通,我选择起诉离婚。 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,在我向法院提出起诉的第二天,沈月剑对我进行了经济制。 但是,才,他要终止和我们公司的所有合作,我和沈月剑的相识,就是因为公司,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,和几个校友一起合作创业,那时候啊,一起风发,觉得山海皆可平,可现实却比我们想象的要残酷。 我们没有资金,没有人卖,没有人愿意投资我们,甚至没有人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,让我们阐述自己的创业理念,太多了。 像我们这样,怀着一腔热血出来创业的人,太多了,就在我们几乎绝望。 准备各自找个地方上班的时候,一家公司找到了我们,他们表示愿意跟我们谈谈。 我们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,谁曾想,那真的就只是根稻草,那个负责人对我说,陪我睡一年,你要什么都给你,我想都没想就拒绝了,可是他们却不肯放过我,混乱中,我用一瓶酒砸了他的脑袋,我被抓了起来。 那人扬言要让我牢底坐穿,那时候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,可是沈岳健出现了,他就像个救世主,他轻而易举地摆平了那些人,把我保释出来,又派人跟我们公司谈合作。 我以为他也是,想对我做那些富人家的小游戏,于是一颗一颗解开衬衫扣子,似笑非笑地问他,直接来吗,需不需要我洗个澡,可是他却一颗扣子一颗扣子地给我寄了回去,不用这样。 我问他,为什么要帮我?他说,就当我在可怜你吧。 他的可怜我欣然接受,没什么好反感的,毕竟我确实很可怜,就这样,在沈岳健的帮扶下,我们的公司做了起来。 可现在,他却要用这件事拿捏我,不得不说,我确实被他拿捏住了,去到沈岳健的公司。 我问他,你想怎么样,沈岳健抬头看我,他说,撤销离婚起诉,我们两相对峙,他用他的平静表明了他的态度,我笑了声,就这,行,马上撤销,还有什么问题吗? 我爽快地回应,似乎并没有让沈岳健满意,他的眉头紧紧皱起,过了半晌。 他问,你什么时候搬回来,这也是条件,沈岳健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直线,行,我明白了,今天就搬,可以了吗? 沈岳健把手中的笔扔到桌上,出去。 得令 脸上维持的微笑,在我上车后彻底没了,我讨厌这种被人攥在手心的感觉,谁都不行,包括沈岳健,我打了个电话,都在公司,等我回去开会。 这个会议开了很久,直到凌晨才结束,但并没有达到我想要的效果,我的想法是换一个合作方,市场那么大,不是只有沈岳健,沈岳健可以随时叫停,我们也可以随时换人。 可是他们不同意,安逸日子过久了,他们求稳不求变,沈岳健开的条件足够优厚,不管以什么方式,跟沈岳健终止合作,我们都是会有损失的。 他们的想法是,只要沈岳健还能合作,他就是第一选择,这话让我嗤之以鼻,原来这就叫道不同不相为谋,看来我是时候抽身离开了,只不过离开前还需要时间, 我需要时间保证离开时拿到手的资金不缩水,于是我搬了回去,我回去的时候沈岳健还没睡,他抱着笔记本坐在客厅,看到我,他摘下眼镜,我们谈谈,我直接拒绝了他,累了,下次吧。 沈岳健沉下脸,我就当没看见,直接进了客房,我不知道几青州那晚睡在哪个房间,我不知道他碰了什么,又用了什么, 反正现在这个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让我很隔应,最后,我拿了条床单,在沙发上将就了一晚,可等我醒来时却发现,自己身上盖了床被子,这令我瞬间沉下了脸,一把将被子扔在了地上,沈岳健正在厨房煎蛋, 我立声质问他,谁让你给我盖被子的,沈岳健停下手里的动作,深吸一口气,他说,床单被罩全部换过,干净的,我咬牙切齿,没用,现在这个屋子里,就连空气都让我恶心,林志燕,沈岳健低齿,你过分了,他只戒宿了一晚,什么都没发生,你到底在闹什么, 我冷笑一声看着他,我闹,等我带个女人回家,把你的睡衣给他穿,搂着他,给他吹头发什么,那时,后你就能感同身受了,你敢,沈岳健双眼冒火,我淡淡地摇头,不是不敢,是不会,因为我有节操,干不出这个恶心的事, 我和沈岳健不欢而散,他把早餐倒进垃圾桶,冷着脸回了房,我也没客气,把门摔得轰隆坐下,就这样,我们再次陷入了冷战,我很忙,早出晚归,沈岳健也很忙,连续几天,我们甚至连面都没有碰上, 这些天,我见了一些人,谈了一些事,关于抛售股权的,如果我要抛售股权,公司的那些人,应该是首选,可是他们的立场太明确了,他们并不站在我这边,为了争取利益最大化,我只能去找外人, 我唯一留的情面,就是把股权分散,至少让那些拿了股份的人在公司没有决策权,至于后期,他们要不要把股权收回来,那就是他们的事了,事情谈得很顺利,随着一笔笔钱入账,我彻底从公司退了出来,他们气疯了, 怒气冲冲地找到我,面红耳赤,一副撕破脸的架势,怪难看的,我给过你们选择,是你们不要,其实现在这样,也没什么不好,我和沈月剑迟早,是要撕破脸的,到时候也迁怒不到你们身上,而且,踢我出局,你们也不是没有想过,他们目光躲闪,你胡说八道,我们什么时候有这种想法了, 我异性阑珊,那是因为,你们怕沈月剑,不然兔死狗喷,谁又记得谁,公司的事彻底解决,接下来,就是我和沈月剑的清算了,可是让我没想到的是,在我去找沈月剑之前,几青州先找到了我,他说要跟我谈谈,我同意了,刚一做定,他就质问我,你为什么还不跟他离婚,林志彦,你没有尊严的吗? 一,各大男人被女人养着,你还要纠缠月剑到什么时候,这话让我听笑了,你是以什么身份来跟我说这些话的? 情人,小三,还是他包养的金丝雀,沈月,剑同意你的身份了吗? 他跟我说的可一直是,你们没有任何关系,懂这意思吗? 你想当男小三都不配,说着,我上下打亮了他一眼,而且,不是我不想离,是沈沈月剑不愿意,你也就这点本事,季青州气红了眼,你胡说,月剑怎么可能不想离婚,他又不喜欢你? 如果不是,季青州突然卡住,我疑惑地看着他,如果不是,如果不是什么,季青州咧嘴一笑,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,你就从来没好奇过,你跟月剑就是两个世界的人,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? 又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帮你?林志燕,你不会以为这些都是巧合吧? 你可太天真,我问他,你什么意思,季青州扬眉,想知道,那你求我呀。 我静静地看着他,随后痴笑一声,那你憋好了,千万别说,说完我起身就要离开季青州急了,林志燕,你给我站住。 我脚步不停,林志燕,我推开门就要出去,等等,季青州提高生意,你回来,我有东西给你看,我勾起嘴角,实实然做了回去,季青州没了一开始的气焰,很好,这才是谈话的态度,季青州冷着脸,没在废话,直接掏出一张照片,把照片推到我面前。 他说,这是月剑和他的养母,我漫不经心地抬眼去看,照片中的沈月剑,大约五六岁的样子,瘦瘦小小的,如果不是季青州说,我根本认,不出来,就在我疑惑季青州为什么要给我看这张照片时, 那个女人的模样让我愣住了,一个久远的画面从记忆里跳了出来,这个女人我见过,在老家,在奶奶堆满衣服的柜子梁,下面那一层,压着一个暗红色的本子,本子上写着三个字, 结婚证,翻开来有一张照片,照片里有两个人,一个是我早死的父亲,一个是我逃跑的母亲,我对沈月剑的家庭情况了解不多,我只知道,他的父亲和母亲都已经去世,没有兄弟姐妹,也没有庞系血亲,他和我一样是孤儿,唯一的区别是他有钱,而我是个穷光蛋。 沈月剑每隔一段时间,就会去给他的父母扫墓,我有提过跟他一起去,被他拒绝了,他说,不用,他的这句不用,也打消了我带他回去给爷爷奶奶看的心思。 有时候我也会思考,我们这样的相处方式对不对,没有答案,我没有和其他人相处的经验,也没有长辈给我指引,最后只能对自己说一句,就这样吧。 我抱着这样的态度,和沈月剑相处了五年,而现在,纪青州告诉我,这五年只是一个笑话,纪青州说沈月剑是孤儿,真正意义上的孤儿,孤儿愿长大的那一种,但是他很幸运,在他六岁的那年,被一对很有钱的夫妻收养了。 夫妻俩没有孩子,对他视如己出,尤其是他的养母,对亲生孩子也不过如此,他的养父是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因病去世的,而他的养母在六年前得了癌症,一线癌,撑了半年也走了,月剑的养母在临终前告诉他,其实他还有一个儿子,他对不起他的儿子,希望,月剑能帮他找到儿子,并好好照顾他。 你猜,那个儿子是谁,纪青州看着我,他的脸上扯出一个扭曲的微笑,那时候我和月剑还在热恋,他突然跟我提了分手,说他要完成母亲的遗愿,可是凭什么? 他明明是我的女朋友,他凭什么说分手就分手?他要去完成他母亲的遗愿,那我怎么办? 林志燕,你看你多幸福,你的母亲到死都记挂着你,他让月剑为你保驾护航,可是我怎么办?凭什么你们的家事要献祭我们的爱情? 我从季青州那里拿走了照片,临别前他叫住我,林志燕,你会和月剑离婚的吧? 会,我说,但你确定要回收一个把你说扔就扔的人吗? 沈月剑,我们谈谈,我和沈月剑约在了家里,他比我晚了半个小时到,他疲惫地靠在沙发上,谈什么,从哪里开口呢? 算了,直接了当吧,我把照片放到了沈月剑面前,所以你的养母是我的生母,沈月剑按操太阳六的手僵住了,谁给你的,我摇头,这话没意义,我们聊点有意义的吧? 季青州沈月剑颓然地倒在沙发上,我该想到的,只有他见过这张照片,所以,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? 沉默,良久的沉默,就在我以为沈月剑要一直这样跟我沉默下去时,他开了口,从他嘴里,我听到了更详细的曾经, 我养母是个很厉害的女人,她凭着一己之力,创办了自己的化妆品品牌,后来她认识了我养父,两个人走到了一起,养父无法生育,不能有自己的孩子。 养母就提议到孤儿院收养一个,就这样他们收养了我,沈月剑说,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他们,成为他们的孩子,可是好景步,长,养父病逝,养母也患了痛,说着她看向我,直到那个时候,我才知道你的存在,灵之焰。 我希望你明白,她一直记挂着你,她从来没有忘记过你,她之所以对我好也是为了弥补你,她把对你的所有亏欠权,不转移到了我身上,她是爱你的,她临终前最大的意愿,就是希望你能好好的,希望你能原谅她,对不起,瞒了你这么久。 听着沈月剑的叙述,我一直在等待自己情绪崩溃或爆发,可是没有,平静,前所未有的平静,节哀,我淡淡地吐出两个字,沈月剑错愕地看着我。 你就没有其他要说的,想了想,我说,那就看在我们有同一个妈的份上,好聚好散,尽快把婚礼。 林之燕,沈月剑叫了生我的名字,却又没了下文,过了半晌,她说,你是不是还在记恨她,她已经去世了,你就不能看在是哲疑,是的份上原谅她,我吐出一口浊气,恨,谈不上,如果非要说的话,挺晦气的,林之燕,你闭嘴。 我哼笑了下,行,你想听什么,我原谅她了,我爱死她了,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母亲,我会一辈子记得她,感谢她,满意了吗? 如果你需要,我甚至可以去,她坟前说,那么现在,我们可以谈谈离婚的事了吗?林之燕。 我知道我叫什么,不用你一再提醒,沈月剑压着火气,我知道你一事接受不了,不着急,等你想好了,我们再慢慢谈。 我白手,别,谈,赶紧谈,你说吧,你有什么诉求,你需要我做什么,我甚至可以每年去给你养母上坟,只要你跟我离婚,你放过我吧。 现在和沈月剑压着火气,现在和沈月剑说的每一句话,待在一起的每一秒,都让我难受至极,就好像吃三明治的时候,发现了一只苍蝇,而且,这苍蝇只有一半,林之燕,我不会跟你离婚,我答应过母亲会好好照顾你的。 很好,另外一半苍蝇也被我吞了下去,沈月剑死者为大,我并不想诋毁你的母亲,是你逼我的。 沈月剑皱着眉,一脸抗拒,你说你的养母很厉害,她凭一己之力,创办了自己的化妆品品牌,那你知道她的钱是怎么来的吗? 沈月剑不知道,但我知道,那是我爸的买命钱,你知道她多狠吗?我爸的赔偿款,她所有的工资收入,一,分不留,你的养母全带走了。 走的时候,她怕我爷爷奶奶拦着她,就假借带我出去,散步的名义,她把我扔了,扔在了骨仓后面,为她拖延时间,那是冬天,我差点,就死在了那个骨仓。 不可能,沈月剑下意识地否认,我继续说,我不恨她,恨她浪费我的力气,她与我而言,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,可你却非要跟我强调她爱我,她关心我,她心疼我。 可是,当我跟着爷爷奶奶面朝黄土被朝天,从泥巴里抛钱的时候,她在哪?爷爷奶奶去世后,别人威胁我,如果不卖房,就把我卖了的时候,她在哪?我被人霸凌,差点拿着刀子,跟人同归于尽的时候,她在哪? 达尔那年,我的钱被偷了,学费,生活费,一分不剩,我差点从顶楼跳下去,她在哪?何必呢?不谈感情,她是陌生人,谈了感情,她该下地狱。 我得一字一句,让沈月剑的脸色苍白,我不知道,我们,不知道,母亲是想补偿你的,林芝燕,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,面对你,我吃笑一声,真难为她了,明明可以风衣足食,衣食无忧,却还要让我这颗沙力搓磨她的,心,我可真该死啊。 我不是这个意思,沈月剑急切地想解释,可她明显不是善于解释的人,强烈的情绪波动,让我有些难受,我抬手按压起太阳六,你们这些人可真有意思,因为对我有愧疚,所以补偿给你,是我死了吗? 对我有愧疚,不应该补偿给我吗?她得了癌症,怕自己死不瞑目,所以把责任丢给你,这样她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至于你。 你要报恩,你要还债,你要完成任务,所以你跟我结婚,我多冤了。 我好奇地看着沈月剑,你为什么觉得你对我最好的补偿,是跟我结婚呢?你是觉得我娶不到老婆吗?你,倒不如当时多给我点钱,真的,沈月剑离婚吧,我是从她肚子里出来的,这是有分娩记录和出生证明的。 我,想证明我是她的儿子很容易,如果你还不同意,我只能打官司,跟你争遗产了。 那一天,我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,沈月剑除了一开始说了几句,后面一直安安静静地听着,我们都知道,我跟她之间已经绝无可能了,离婚是必然的,我等了沈月剑三天,她终于同意,这次是她起草的离婚协议。 她给了我大半财产,还有公司的股权和其他的东西,我没仔细看,对于这些东西,我并不上心,我的心理医生曾经说过,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欲望,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欲望,甚至包括钱,这很好理解,毕竟我身后无人,身前也无人。 她问我,你最想要的是什么,你得给自己找个最想要的东西,不然我会连生存的欲望都没有,我想了很久,然后对她说,我想要有人爱我。 我努力生活,努力工作,努力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,就是为了有人爱我,可是沈月剑毁了这一切,她毁了我的五年,我讨厌她,但我不能恨她,我不能让她在我心里留下那么深的印记。 我得告诉自己,她至少帮过我,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,她曾救我于危难,我需要做的只是放下她,断舍膏,这是心理医生告诉我的,你要果断地抛下那些拉着你下坠的东西,然后义无反顾往前走,爱你的人,在,前面。 我和沈月剑在民政局登记了离婚,一个月后拿到了离婚证,我决定离开这座城市,几青州也离开了,她说,真没意思,我这么多年放不下她,原来也不过如此,你说,我这么多年是喂了狗吗? 对了,跟你道个歉,掺和了你们的生活,对不起。 我没原谅她,也没讨厌她,她不过是我这段垃圾岁月中的一个路人,她绊了我一脚,让我摔得一腿灰,我拍拍灰,站起来,还得往前走,我不回头,真英雄,从不回头,骄傲,直到林芝燕离开这座城市,沈月剑才开始真正了解她,曾经的林芝燕对她而言,就是一个报恩对象,和她结婚, 给她资源,给她钱,她觉得这样就行了,林芝燕只是一个模糊的象征,比纸片还单薄,她看不到林芝燕给她熬药,她看不到林芝燕抖她开心,她看不到林芝燕的期待,也看不到林芝燕的失望,让林芝燕和眼瞎的自己过了五年,确实晦气,直到林芝燕离开的第三个月,沈月剑才知道她一直在看心理医生, 心理医生拒绝透露病人的情况,但是她说,活着对林芝燕而言,是一件很艰难的事,但她一直很努力,她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病人, 从那一天起,沈月剑开始寻找林芝燕,她不会去打扰她,她只想知道林芝燕是否平安,一年后,她终于找到了林芝燕,在一个特别小的城市,只不过她不是一个人,她手上还牵着一个盘山学步的孩子, 那一刻,沈月剑面如死灰,她连夜订了机票,赶到了那座城市,她见到了林芝燕,她黑了,也瘦了,但整个人却柔和了,林芝燕看到她很惊讶,好久不见。 沈月剑第一次手足无措,好久不见,她的目光总是忍不住落在那个孩子身上,她问她,你结婚了,林芝燕哑然失笑,无缝衔接,没那么厉害,她说,收养的,孤儿。 沈月剑的心高高的扬起,又重重的落下,她缓缓地松了口气,竟然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,也是在那一刻,她突然明白,她期待着和林芝燕破镜重圆,她喜欢林芝燕,可是林芝燕说,我以后都不会结婚了,沈月剑突然想哭,这些年,她到底做了什么,我以后还能来看你吗,看看孩子。 林芝燕摇头,最好不要,否则我还要搬家,挺麻烦的。 沈月剑更难过了,她突然感觉很孤独,她不想走,她想在林芝燕旁边买个房子住下来,可是她知道,她不能这样做,她只能跟林芝燕告别,再见。 林芝燕淡淡地笑了笑,各自安好吧,别再见了。 林芝燕还是走了,在沈月剑出现的一周后,她带着孩子走了。 她在用行动告诉沈月剑,别再找她,别再打扰她,知道消息后,沈月剑喝了一夜的酒,胃疼,疼得让人流泪,可是她却失去了那个给她熬药的人,她放弃了再次寻找林芝燕,她愿她幸福。